今天是星期天 好久没有出来玩了 那么今天带着全家房车开出来 到了57号高速和210高速 一个夹角处啊 交界的夹角处 中文叫盐利园水库 那么这个公园还是蛮不错的 离我家也不远 然后湖也蛮大的 冬天雪山湖泊都能看到 这个季节没有雪山 然后可以钓鱼 当然我们没有买钓鱼镇 所以没有钓 主要是带着娃们带着狗们出来 散散心 这个公园呢 进来是要收门票的 这个季节现在是10块钱 等到了冬天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免费的 然后这个公园的英文名称 我会写在标题上 男嘉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玩 然后说一下这个公园的鱼类吧 为什么要重点说一下鱼 虽然我没有钓鱼啊 但是如果想来钓鱼的小伙伴 还是要办钓鱼镇的 因为管得蛮严的 然后很多鱼是不能吃的 因为这个水虽然很干净啊 已经治理的很好了 他说这个地方有重金属污染 那么鱼鱼和 就大嘴鱼和那个鲤鱼 是不能吃的 其他的鱼 其他的鱼可以少量的吃 比如说太阳鱼啊 还有一种小的针鱼啊 是可以吃的 包括一些鲜鱼类的 灰鱼类的 是可以吃的 然后疫情期间 出来玩的人真的很多 大家都憋坏了 家里可能 我们以前来到这个水库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多人 今天是和海边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小面包 很可爱 水鸟也特别多 湖里面可以划船 周边烧烤 然后可以租自行车 租船都可以租 自己带的船快艇也可以开 这些鹅吧 这些是鹅 还有野鸭 各种各样的水鸟 悠难自得 也没有人去打扰它们 But I don't know why I should be so lonely And I close my eyes Imagined you're mine Yin And I close my eyes I wear my eyes And I close my eyes Now is no